從九月爆發至今 已經超過兩個月的伊朗頭巾革命 似乎達到了效果 據路透射等多家媒體報導 伊朗檢察總長蒙塔茲瑞 4號宣稱廢除了道德警察 還表示要重新審查一條 已經實施了數十年 要求女性遮蓋頭部的法律 不過伊朗官媒表示 蒙塔茲瑞不是道德警察的領導人 而管理道德警察的內政部 目前為止也還沒有確認 是否廢除道德警察 因酷的族女子艾米尼之死 引發的伊朗頭巾革命 到目前為止已有超過300人 辭於政府的鎮壓行動 其中還包括數十名兒童 不過伊朗內政部國家安全委員會 3號首次公布的官方死亡人數為200多人 伊朗總統萊西還稱讚伊朗是權力和自由的保障者 仍持續為執政體系辯護 華人新聞綜合報導 總統萊西還稱讚伊朗 總統萊西還稱讚伊朗